佛像缺损还能继续供养与警号8203,吗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请问法师,弟子二十多年前请的一尊白衣滴水观音, 小指尖在多年前折尸,该怎么办呢?继续供养算不静吗? 还是需要重新请一尊? 洪海法师答,随喜这位同修二十多年跟观音菩萨的姻缘。 提问中说的情况不算不静,继续供养是更静,更加的恭敬。 所以我建议你继续供养。 你说的这个小指尖,如果还在的话,你可以自己尽心力把它补足粘上去。 如果没有大碍,有一点小裂缝也很正常。 虽然菩萨的手有点小裂,我们的心没有裂痕就可以了。 而且,如果你把它补好,继续供养,这个恭敬心更可贵。 我们戒律里面,特别是大乘菩萨戒里面说,能够补全佛像的,比你请心的功德更大。 这个行为起见的因缘非常殊胜。 修补佛像,就等于说理敬诸佛。 请佛注视,随喜赞叹,请佛说法,这些功德在里面都已经均粘了。 这个行为好像很简单,但是这个法意是非常甚深的。 纵然不能补,那么你自己想个办法,可以在视觉上做一个补权。 哪怕不补了,就这样功,也可以。 一个小指尖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。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简则,就是作为凡夫俗子,我们有时候会觉得,我请了一尊菩萨。 他是我的菩萨,我供的菩萨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形象,我就心平了。 假如有了一点折损,就有点嫌弃,觉得不完美了。 如果有这个心态的话,那就要把这个心忏悔掉。 这种心态实际上是生起了一种慢心,不敬心,把菩萨看成了一个物件。 当然这是我猜测,不一定有。 如果有的话,一定要忏悔。